山头这边有各种各样的锅 但是我感觉我已经被它弄迷糊了 无迷糊 菜头锅 炒锅 各种各样的锅 本地人分的一清二楚 我根本都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分不清不要紧 吃几次就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今天咱们先到阿姨这吃一个炒高锅 因为一月我要蒸那个五小时很麻烦的 没事 发现这边弄的很干净啊 我弄的一般都是干净的 我做小吃都是干卫生的 没问题 哪里人家要来这里吃 乱煮八糟 看着泪 不是你们看泪 自己一个人也是看着泪 这边一共就三张桌子 三个桌子就够了 一般都是打包的 哦 开始做这个没错 然后再做一碗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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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轻人不要做 这赚钱人少没有那么多 麻烦可了 我早上七点多就要起床 所以东西 哇 这是辣椒还是番茄 这是辣椒 不是番茄 我们这里的辣椒 我们这里的辣椒 这个炒就大处了 其他辣椒不可以炒 最后 煮入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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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谢谢 外面有点焦 但这里面很柔软 很柔嫩 这里面真的是有猪食有肥菜 里面还加了一些青菜 西红柿和鸡蛋 这是来到汕头第一次吃这种锅品 吃的是炒锅品 它这个吃起来很清淡 只会让你感觉到它是咸的 好吃吗 妹 好吃 你一个人吃了 你不要吃了 阿姨觉得蘸这个糖吗 吃了蘸糖好吃 那我吃吃 我们这里特长的都是一般都蘸糖的 我告诉你 这个真的是蘸辣椒都不如蘸糖好吃 我们这里人就不爱你们这样下辣椒 下一点辣椒一边蘸糖才好吃 是 蘸辣椒都不如蘸糖好吃 吃的时候糖不要蘸太多 这样不会很甜 但是能够提鲜 吃到糖尾咸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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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糖尾